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闻师智慧勇士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为妙法 被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 则缘起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现在我们讲《大圆满前行引导文》 现在讲《共同加行》当中 讲轮回的痛苦 人生难得和寿命无常前面已经讲完了 现在讲轮回的痛苦 宗所轮回的痛苦和别所路道轮回的痛苦当中 现在讲别所路道轮回的痛苦里面 在这个里面首先讲地狱的痛苦 地狱有十八大地狱 其中就讲八个热地狱 八个热地狱里面 昨天我们前面 复活地狱的痛苦已经讲完了 现在讲黑顺地狱的痛苦 黑顺地狱的痛苦是这样的 阎鲁月族们把身体如四经般的地狱众生 带到吃热的铁地上 在他们的身上用黑线 化为四分 八分 十六分和三十二分等 然后用火控的铁锯锯隔 锯开以后又马上斩和复活 如此凡夫感受皮革的痛苦 当然我们这些地狱的痛苦讲述的时候 首先大家把自己的见解应该摆正 不然有些人可能是 地狱里面那么痛苦也不可能吧 哪里有这样的痛苦 然后地狱众生的宿命是那么漫长 那也是不可能吧 我们的分别念什么事情都想 不该想的东西想得比较多一点 该想的一些真理想得很少 除了一些前世有寿愿的高僧大德和修行人以外 一般的一些众生 尤其是以前对佛法理解不太很深的这些人 经常有这种意念 在这个时候我们把自己的见解应该摆正 为什么叫这样呢 因为我们如果自己觉得 地狱的痛苦那么痛苦是不可能的 然后就产生怀疑 觉得地狱的宿命那样产业不可能的 如果产生怀疑的话这个罪过是相当大的 我们以前学过《极乐愿文》吧 《极乐愿文》颂词当中也是这样说的 尼律登佛切尺拉索巴土江门骨 血迦云斯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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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它是地狱的痛苦 地狱的宿命 如果我们听了以后自己认为这是一种说法而已 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如果这样想的话 那么这个比造五无间罪还严重 所以始终不能得到解脱的一种恶业 这种罪业 所以但愿我们一定要忏悔 清净这种罪业 可能有些人尤其是对佛教了解得不是特别好 这种人很容易对地狱的各种残忍的痛苦 他就不接受 有些人认为这是佛教的一种传说 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不现实的东西 因为他自己根本没办法接受的时候就开始这样讲 以前西方的有一位法师他这样讲的 他说我在美国弘法的时候主要讲一些无常方面 无常方面他们都容易接受 然后地狱的痛苦我不愿意讲 这个不能给他们讲 西方人一讲他们认为痛苦不可能的 有这么多 因为西方生活过得特别快乐 所以一般地狱的痛苦在他们面前不能讲 听到以后当时我确实完全服认了 不应该这样的 他们不认可的时候你偏要讲 一定要通过教证理证给他讲清楚 不然时事就是这样的 这个时事没有必要去改变 如果我们因为对方不接受 不接受的原因不讲的话 很多前世后世也可能有些人根本不接受 不接受的时候我们用教证理证来 没办法给他讲清楚这样是不合理的 因此我们在尤其是确实以前从小都是 对佛法的气氛当中长大的话 恐怕有点好对方面总觉得 地狱肯定是存在的有这种 然后地狱的痛苦说起来的时候 自己也是特别害怕有毛骨悚然的感觉 但我们有些人也无所谓的 不管怎么样也是自己没有什么感觉 说明自己的修行还是特别差 尤其是对地狱的宿命地狱的痛苦 这些听了以后产生怀疑的话 这个罪也相当大的 你们也方便的时候翻翻《极乐愿文大书》 《极乐愿文大书》当中 专门把这个问题也阐述得非常清楚 因此我们对地狱的痛苦 确确实实实实在在存在的 实实在在是有的 所以这方面一定要深信别 如果你个人好像抱有一点怀疑 或者是还有一些不太相信的分别念 你再三地翻这方面的书记 比如说现在一些经论当中 把地狱 把热地狱和汉地狱 汉地狱描述得特别少 热地狱也是大概的讲法基本上是一样的 但是一些空行母 瑜伽士 他们到地狱里面 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叫做《堕罗尊者写的地狱见闻记》 但那位尊者也不管怎么样 他里面讲的很多确实是非常符合佛教的道理 他到了什么地方的时候有什么什么 但跟这里面的讲法不一定是相同 以前《法王如意宝讲前行》的时候也这样讲的 他说佛陀大致地 大致地众生的业力感受的时候 把它分为八种热地狱这样讲的 实际上里面的全部是不是这样呢也不一定的 比如说我们有些众生转生到综合地狱的时候 或者转生到黑顺地狱的时候 完全是不是按这样的受苦呢也不一定的 他根据他自己造的业有不同的受苦 所以说我们首先一定要把自己的间接摆进 所以像地狱确实是存在的 然后地狱里面感受的痛苦也是非常强烈的 如果我转生到这里我就怎么办 如果你这方面真的有一种定解的时候 那即生当中不会很放逸的 很散乱的 安住的 自己觉得我现在活的人间时间也不是很长的 死了以后真的转生到地狱里面 那就非常痛苦了 我现在暂时一点点的痛苦也是不能忍受 那到哪里的痛苦怎么会忍受啊 你看刚才黑顺地狱里面他也讲了一些 这些众生的身上画一些线 然后用兵器或者用锯子来把它锯成一分一分的 这样的话当时可能地狱众生也没有麻醉药 特别特别的痛苦应该可以这样想 现在我们世间的有些医院里面 做一些手术 做一些开导的话也是 前一段时间我们炉霍的医院里面有一个难为院 然后开导的时候怎么样打毛嘴药也是没办法 后来他们几个人用绳数来把他的手 脚全部绑起来 然后就开导没有开导的话也很危险的 后来他一直大声地叫 有些人有几个人压着他 但是我想他们的医院也是太残忍了 如果实在不行应该到一些大的医院 可能有这个办法的 但也许众生是可能业领显现的 但我们看了一讲到地狱的众生的时候 大家都可能觉得是没有尾巴 一讲到医院里面发生的事情 大家可能 我看我前面的很多人 一讲医院的时候就有点害怕 那个残忍的很痛苦 一讲地狱的时候 可能地狱是外面的一个世界 这个现在我们不可能吧 但其实今天我们活在人间当中 明天在地狱里面受这种痛苦也有可能的 无始以来我们造的很多业 即生当中也可能造的很多很多业 所以说大家应该在这个上面 这个前行实际上就是要修 我们很多人说是要修行修行 要修的话我想最好先把轮回的痛苦 寿命无常 人生难道 这些反反复复地修纪念 然后最后对整个佛教的基础 就大好稳固地点点了这个稳固的基础 这样以后才行持其他的法确实是有一定的受益 所以说 我们有些现在刚才我所说的 说这些大话的人可能对轮回的痛苦 寿命无常从来没有 连一刹那也肯定没有想过 自认为自己有个很高的境界 因为有些大圆门和一些禅宗的书里面 什么轮回和涅槃都是无二的 三合恶是无二的 听起来都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可是我们没有到达这种境界的时候 你比如说 善和恶是无二的 苦和乐是无二的 你到医院里面去稍微做个难文言数数 那个时候乐和苦是不是无二的 如果真的是无二的话 那你在我面前也是说大话的话 非常不错 否则有时候无期轮回 无期因果的显现 在我们众生面前是直接显现的 自己也非常难说的 这样首先应该该忏悔的该忏悔 该修行的应该修行 他这里也是这样讲的 他聚开以后马上就复活 因为地狱众生有他不共的业劣 比如说我们有些人开导的话 刚才那个开导最多可能是一两个小时 但是地狱众生没有什么其他的工作 没有什么其他休息的时间 就是每穿都是这样说 有时候你自己好好地想的话 真的是在这样 比如说我们一天当中都是在这样哭这种功 时间当中好像觉得特别难说 但实际上真的这样的话 那比如说我们以前看到一些 什么牛云七写的《诗书》里面 讲的以前古代的 好像《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作品吧 后来好像唐代和颂代的很多人都是 方照他写一些善良人和恶行人的行为 他里面写的什么呢 有些当时古代的人用刀子来看女的身上的肉 然后一块一块地切完了以后在锅里面煮 然后他们在吃肉的时候那个动物还没有死 然后我们听起来的时候特别残忍 看起来也是非常可怕的 但实际上这个可能是暂断的 也许是一天 两天 三天之内会死亡的 可是地狱众生的寿命并不是这样的 一天 两天 一个月 两个月 一两年 纪念当中根本没办法孝敬的 有些我们世间当中 所谓的无期徒行也是觉得特别漫长的 那个监狱里面也是特别痛苦 但监狱里面怎么样的痛苦 也是对地狱的痛苦没办法比的 所以说我们在闻思的时候 尤其是讲地狱的时候 一方面首先把自己的见解摆成 这不是传说 确确实实 现在我们在人间 享受这样的生活的时候 也是有无数个众生在地狱里面 正在现在的时候 也是不断地受苦 比如说我们现在 在南尘部族的时候 在闻思的时候 有无数的众生 也有可能我们的亲朋好友 很多人为我们造恶业 而他们现在堕入在这样的地狱当中 造出无量的痛苦 这是确实存在的 这方面大家稍微有一点信念 有一种动念 这方面还是应该想 这样以后 自己都是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一种 强陪 迫不及待的一种感觉 就是我现在一定要休息 在有生之年当中 我好好地忏悔 以前我在人间的时候 也是造了很多的业 我现在不管怎么样 其他社会上的各种生活 这些都不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现在忏悔很重要的 现在修行很重要的 我看你们去听课的话 实际上是真的最好的一种忏悔 最好的一种积累资粮的方法 以前上师如意宝 也不是引用了佛经里面的教证 我们佛经里面 就是以七宝来供养 布施三界众生的功德和 为了听法而取的这种功德 或者听到母罪和一些骨的声音的话 这个功德远远超越它 意思就是这样说的 这样我们用各种珍宝来供养诸佛菩萨和三界众生 我们可能没有这么多财产 买六分的钱也是很紧张的 这样我还是听一堂课的功德远远超出它 比如说有些人是这样讲 可能堪木讲的课有一点功德 然后堪木讲的有一点功德 但是下面的那位辅导师 他讲的课不会有那么大的功德 这就是你对佛教不懂的一种愚痴所知 为什么呢 因为他所说的就是佛法 所说的这个佛法 比如说你在福道员面前 听一堂课我们最多是一个多小时吧 一个多小时你听一堂课的功德 让你今天五万块钱拿来在舍大县的所有贫困的人们面前 发放布施的话功德是哪一个大呢 我一直给佛经来教证的话 是一般的一位辅导师他面前听的功德大 这五万块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五万块钱当时也许是有自私自利的心 这个功德不是很大的 岂把遍满大地来供养或者布施的功德 跟我们听一个偈诵的功德 所以有时候我们以前造的业也很多 然后地狱的恶因可能是有的 为了遣除这些恶因 我们还是要精进地去听法 精进地去讲法 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最大的一种功德 所以说 希望你们有些时候真的间接要拜证 不然的话 我看你们有些想法和行为的时候 有时候还是理解 情有可愿 以前这方面可能只是比较欠缺 有时候感觉有点生气好像不是功德的 反而认为这是功德 这是很了不起 然后真正是功德的 真正是对自己前世来世有利益的这些事情 都好像死而不见有这种行为和态度 这样可能不太好 意思就是说我们地狱的这些痛苦 想到以后非常可悲 为了以后不要转生到这些地狱 我和我众生应该现在以佛法来清净自相续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他们的宿命人间的一百年 如是反反复复地感受佩格的痛苦 人间的一百年是三十三天的一天 就是我们的一百年 你看什么判武器徒刑的监狱里面 人家都认为这是非常非常痛苦 一百年不过现在的监狱 有时候法律还算不像以前和古代 现在基本上是 当然有些监狱里面的事情也不能公开的 我都没有取过监狱 但是我还是知道了这方面的一些消息和情况 一般来讲现在也是不准打也不准受伤 只不过有些人强迫都是让他吃不净分 也有一些看起来听起来都是比较可怜的行为 但实际上这些关在监狱里面还可以 算是一天都是有两三个馒头 然后一天都是喝一碗西饭 这这样还算是可以的 但地狱里面的痛苦比较起来 真的每天都是在看 每天都在切 就这样我们怎么能说 当时的这种感受也一模一样的 比现在人来的心特别弱有这样的 所以三十三天的一千年就是黑顺地狱的一天 让此地狱的众生需要感受长达千年的痛苦 这是一天有一位教 听说有个大乐主的一个弟子 然后他每一当讲地狱痛苦的时候 他一直讲不下去 他自己就变苦着 他就根本讲不下去 然后修的时候也是每天都是观地狱众生的痛苦 也有这样的大德 可是我们讲地狱痛苦的时候也是笑细细的 然后看到 听到释迦牟尼布说 我们这边的人 我自己哭不出来 内心确实是非常害怕 我们无始以来可能造了很多业 转生到这些业 一方面我们数字的戒律也有关系 一方面我们自信的造恶业也有关系 那么这些很多很多的即生和来世的前世都是造过的 那么现在我们没有以真正的如理如法来行持 恐怕活在人间的世间不一定长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今后真正转生到这样的时候 怎么样 自己应该想 下面就是说综合地狱的痛苦 综合地狱的痛苦地狱的无量众生被灌在 如大方般的一些铁锯里面 岳主们挥舞着如须面山般的一些铁锤 然后吹打他们所有的这些众生苦喊 在无法想象的痛苦和恐惧当中失去 铁锤聚集的时候他们又重新复活 他这个一般也有这种痛苦 还有地狱的一些描述里面说 前面 后面全部是火红燃烧的铁山 铁山的中间有无数的众生住在里面 然后严罗主们有这些兵器开始吹打以后 全部都死亡 也有这种 犹如前面一样感受痛苦 宁愿在山谷中所有相对的山 变成以前自己所造杀过的鹿子 黄羊 山羊等等 因为华智仁波切和很多人他们是藏族人 所以藏族喜欢杀的这些山羊 牦牛 这些 如果是海边的一个上师写的话 可能是海边的一些各种 我想很多人 尤其是过在海边生活的人 那天我去大殿的时候 感觉特别强烈 海边的这些人 海边成长和生活的这些人 从小都是开始吃这些海里面的东西 可能造了特别可怕的恶业 所以那个时候把自己所杀过的这些众生 全部都变成了这些大山般的动物 然后自己受痛苦的 他们就变成他们的头像动物 然后他们的脚间燃火 并且有脚底相多 地狱的无量众生与业力前来到此生增加 两个山架在一起 然后中间所有的众生架在中间而分身吹骨 两山互相碰撞死 这些众生全部死去 山分开的时候并又复活了 如果我们地狱总是特别特别喜欢死下去 就再不愿意感受了 但没办法的 它已经造恶业的话 它死完了以后马上又复活 马上又复活它的地狱 我们那天学俱舍论的时候也是知道的 它复活率特别高 马上就已经复活了 有时候夏天的一些昆虫 虫这些也是这样的 它死完了以后马上又依靠一些草食来生长 所以说它马上就是复活的 有如前一样聚合在山林间感受极大的痛苦 它的数年人间的二百年是夜末天的一天 然后夜末天的二千年是终合地狱的一天 此地狱的众生需要感受二千年的痛苦 下面讲《号教地狱》 但《地狱有集合》 还有《地狱讲运经》里面也写得特别特别可怕 比如说有些出家人 有些在家人 在人间当中造各种各样的恶业 这些瑜伽时候还有以前有一个叫做西雄看著 一个西雄空性魔他专门也去地狱 那时候的整个情节也描述下来了 描述下来的那些过程当中 有无数的众生正在受苦 当时他连一些观音信咒 在这样的时候他们有些得到暂时的一种清凉 有些完全获得解脱的 所以我们平时一想到地狱众生 可怜的这些众生的时候 连观音信咒对地狱众生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 而且比如说以前的一些人自己一些私人 这样的话以前有些瑜伽师他都有这样的 他在火红的地狱里面感受痛苦的时候 瑜伽师来的时候他说你如果回到人间的时候 我的家人如何如何 要求他们点我的名字写上我的名字 给圣众念经这样做功德或者写上我的名字 然后念一些观音信咒 这样对他有利 所以地狱众生往往都是对这些欢食者 对他们送一些口信 也有这种情况 这些我们都不能看作全部是一种虚贵 全部是一种幻化 不能这样的 有些事实真是在一些大圣者面前 确实显现的时候 我们也不能复燃 如果全部都是认为是迷信 全部都是认为是虚贵 我们完全变成了一个唯无主义的弟子了 所以说下面讲嚎叫地狱 好叫地狱 地狱众生在无门的炽热铁石内 受着尖叫的痛苦 并且想到无法从哪里解脱的时候 猛然地大声缠叫 有一个里面他的亲戚 已经转生在这样的铁房里面 然后他一直大声地哭 但是来瑜伽师的时候他就认识 他对家里送口信 以前我杀了很多人转生到地狱里面 也有这样的邮寄 数量人间的八百年是毒水天的一天 毒水天的四千年是耗教地狱的一天 此地狱众生感受强达四千年的痛苦 这些我们在新兴修习大车数当中 全部都有按照人现在的寿命来算 他的念书这样算的 下面是大豪教地狱 沿路业众们受持许多令人恐怖的兵戒 将地狱的无量众生驱赶到双层铁面的炽热 车房当中然后用铁锤打锤着他们 这些众生也是想到那位两个门都是用铁锤来交逃的 这样他们也是没办法出去 即便是能逃出门内也是难以逃出外面的门 所以悲惨地大声哭叫 他的数量人间的八百年是华罗天的一天 然华罗天的八千年是豪教地狱的一天 此地狱的众生要感受八千年的痛苦 好 今天讲到这里 大家要我们念普贤行愿品来回向 也我们善恶方面任何有缘的这些众生 如今也在地狱里面烧教痛苦的这些众生 愿他们获得解脱以普贤行愿品的 威德力和功德力愿他们得以解脱 大家以这样的发清净心来回向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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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